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辦的公開講座 今天晚上的講座很美 是陽光 花朵 靜水 談心靈大事文學中的善許事 另一方面 講座的順利進行 麻煩大家先將手機 調到靜音或者關機 多謝大家的配合 現在我們先邀請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陳敬煌教授 為大家介紹講座跟講座講座 有請陳敬煌教授 謝謝 大家晚安 頂到書了嗎 我昨天說錯了 人間佛教佛頭本環那本書 我們現在沒有 你們現在拿到的是 評審有話要說 以及那個慈悲思路 兩本書都有了 今天這兩本書跟各位介意 那我也還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有說 那個大師簽名的那兩本書 我帶來 那麼當然是評審有話要說 待會我們用有獎的方式 真打的方式來給這兩本書 好嗎 就是說 待會我們王教授講演的時候 你們要好好專心的聽 那我再問兩個問題 搭配的人這個書就有了 好不好 跟大家介意 要不然這麼多人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去送給各位 嗯 第二個是 今天講的這個講題 剛才王儀旺也講的非常美的 這樣的一個講題 陽光花朵進水 其實這一個標題是 星雲大師曾經在讀一篇文章 他看到說 裡面應該就要像陽光花朵進水這樣子 那真的很美 因為 就他來講弘揚佛法 以文藝來講他是最好的手 我這裡有一段話我跟各位分享 他這麼說 他說 國教有很好的資源 例如文學啦 藝術音樂 都可以稱為度眾的音樂 可是呢 過去一直很少有人應用 只知道強調無常啦 無我啦 苦啦 空的認知 很慚愧 昨天我要講那個三法一也是 諸法無我 諸起無常這樣子 而沒有人間性建設性的觀念 難怪佛教興盛不起來 所以他要透過這個所謂佛教的文藝化 用文學的感性來表達佛法的理性 這句話我昨天也記得我有講過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僅是充斥著佛教的名像 例如說 涅槃妙心啊 無相實相啊 通信啊 獨立文字啊 教外別傳啊 直指人心啊 見信成佛 請問各位懂嗎 這這個就是所謂的佛教的名像 佛教的術語啊 恐怕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 是比較難以接受的 所以要透過文藝的那種感染力啊 來宣揚這樣的佛教的思想 那其實中國古代 國教就有這樣的所謂文學的傳統 很多的經典的翻譯它都是非常的美 其實在釋迦牟尼佛當時 很原始的國教 它在弘傳佛法的時候 從那個祭語被解集成祭宋的那一些經典吧 祭宋本來文字就是很美 也就是一種所謂的文學的作品 所以可以這樣子看待 那麼今天 我教授昨天也做過講演 我昨天忘記介紹說 他是到英國讀書 他雖然是在我台大的時候的協議 但是後來他到英國去 理智大學 理智大學拿到一個博士學位 後來才對台灣去教學 那他如同我昨天所說的 他大理上都是在做文學 文學生化 當然是走東南亞這一塊 那尤其是對我們中國的 我們說東南亞 中國也涵蓋嘛 他涵蓋就是高生傳 國國記等等這一些 他都非常有興趣 那今天他最主要要講的 從大師的這個所謂的善敘述術裡面 要談的是從他的那一本書 這個 忘記我那一本書 很重要的一本書 吳神喜的歌唱 那個是大師早期寫 而且釋迦摩尼佛 雖然在玉林國學之前 還有一本的這樣不生喜的歌唱 其實這一本書當時出版的時候 在台灣佛教界的一些比較 比他連長的這一些法師們 曾經是批判他罵他 覺得他是一個大魔頭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來寫佛教文學 而且是一個出家僧人文學 我用這種方式來哄妙佛 尤其這一本書 吳神喜的歌唱裡面的相容 那一篇 被批判得非常的嚴重 那麼 所以現在回過頭 我們已經經過了半個四七五十年 回過頭去看 其實 用這樣的方式去哄妙佛法是對的 我們說要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其實也必須要佛法義文化 但我們不一定說要義文佛法化 藝術是五月國界 藝術是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間界 但是我們舊佛法的宏傳 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他引用他的那一句話 用文藝的這種渲染力 來弘揚佛法 為我們一般的普羅大眾 其實他是有感染力的 他是比較能夠被接受 所以大理上請問 我們把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時間的留給我們王教授 好 請他今天後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信任大師的三句書 還有他昨天有一件事情 要我在這裡表達一下 他說他昨天記錯時間 他以為是七點半到九點 所以他就在八點四十五的時候 就終終結束了 所以我沒有善心告知的責任 今天他會講到九點 這九點十分 我們剩二十分鐘 再來做一些Q&A 好不好 謝謝各位 我們歡迎 昨天真的是非常抱歉 因為很習慣性的以為 就是到九點 因為上課都是整點的 今天談另外一個題目 陳如陳主任剛才說的 這個題目呢 是從欣雲大師自己的文章裡面 我把它借用的 我所謂的善敘事是說 欣雲大師很擅長 因為他是宣揚佛理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善字 欣雲大師自己說 他很久以前讀到一句話 說語言要向陽光 花朵 進水 他自己聲稱感到很受用 所以謹記心田 時刻反省 隨著年歲的增長 他越來越覺得這句話 意味深長 那麼什麼是陽光 花朵跟進水 他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說 要使語言能夠像陽光一樣 不是只有愛心 來溫暖人的心 還要付出心血 為眾生做光明的指引 所以這個陽光除了溫暖 給予受挫折的 受冷落的 孤單的人一點溫暖之外 也具有指引的功能 也就是說像太陽一樣 那為什麼像花朵呢 他說 有些傳揚佛法的話 要像夏日障開的花朵 美麗芬芳 讓人心晃神怡 你不能讓 說了話讓人排斥 是吧 所以你要先說一些 能夠讓人家接受 而且會讓它起感應 一起共鳴的 讓他的一些正面的情緒 思考能夠被勾引出來 所以像花朵一樣 那麼像進水 他說的就稍微嚴肅一點 他說 說顯正手要破寫 你要去搏刺 比較偏頗的言論 你要非常自己的言論 要很端正 陽清必先積濁 你要讓清水可以起作用 你必須先把濁水給排斥掉 用一般的說法說 杯盤器皿都還要敵去沉汙 幫足以納受捷悟 要先洗乾淨這些杯盤 才能裝乾淨的食物 勾起河床也要疏通 才能夠暢流無阻 這是很淺的道理 所以他說 我自許要做一滴清水 從根本上洗除眾生心中煩憂 他有自我的期許 他的話 他寫了文章 希望能夠幫助眾生洗掉心裡的煩憂 包括因為不端正的訊息所造成的困擾等等 都是他要做排除的工作 所以這個陽光、花朵和淨水 都是指的能夠引導人向善的 激發人善良的一面的力量 但是力量的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麼他也說 為什麼人們需要這樣呢 他說呢 引用金的 金佛金上的話說 心如宮畫師能畫諸世間 我們的心像很會畫畫的那個畫師 宮是非常厲害的 很擅長的 他能夠畫諸世間 他能夠反應世間萬物 我們的心看起來是我們所有 但是我們有時候還掌控不了它 因為有很多污染源嘛 這樣說 所以他說我們的心就好像工廠一樣 設備良好的工廠 製造出良好的產品 人見人愛 那設備不好的工廠 會增加環境的污染 自腦、腦塌 如果我們能夠正本清源 打從自己的心裡 製造光明的見解 芬芳的思想 潔淨的觀念 那生產陽光、花朵、淨水般的語言 與他人共享 則能擁有一個豐美的人生 所以不只是從他的立場來談 他想要做陽光、花朵、淨水一般的語言 透過語言來幫助別人 他也期許所有的人都能夠生產 還有擁有陽光、花朵、淨水一般的語言 然後跟別人共享 所以他的陽光、花朵、淨水 這個概念是一個雙向的 能夠產生雙向作用的 在談進到西雲大師的文學之前 我很想跟你們分享一下佛教文學 比較古老的淵源 因為西雲大師寫文學 剛才陳主任說了 曾經有人對他誤解 其實不只在佛教中 很多人如果做文學藝術的創作 很有可能是激起一些批判的 那在古代有沒有人做文學呢? 當然有我們知道有很多的 所謂的詩生 就是寫詩歌的生人 他寫出來的詩就叫聲詩 很有意思 最早至少在高僧傳的時候 就記載了東進的一個詩人 叫竹道一 那傳裡面寫說 竹道一他隱居在一個深山裡面 閒居憂戶會以窮戶 就是沒有人煙到達的地方 當時呢 駱葉山有一個佛道友 他本姓鴻三陰人 少以天賭著稱 說他很會寫文章 這個佛道友 那他的個性很帥速 好秋貨 亦淫亦勇有豪尚之風 就是他很有那個名氏的風流的神采 那他跟道一曾經有講怨之欲 就是在講經的場合曾經見過面 之後他就寫了一封信給這個道一 他的信是這樣寫 他說使得悠游三陵之下 眾心孔士之書 促信為師 凌風採藥 福爾捐鵝樂樂有餘夜 他說他的隱居的生活 就是讀書 不只是讀佛經還讀獨家的書 所以我昨天講到 純粹的佛教徒不太容易分辨 因為在中國文化 無事道交涉的情況是非常 應該說非常的緊密 那這個道一就是這樣 那他也是說他寫詩促行為師 經常做詩 然後採藥 寫詩俠他就去山裡面採藥 讓自己的身體更強壯 福爾捐鵝 他覺得這樣生活很快樂 可是他的遺憾說 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 可惜沒有跟你一起比靈而居 他們覺得他是同志同好 可以成為好友 可惜沒有一起隱居 接著他就寫了一封 類似三民詩這樣的詩歌 送給這個道義 那這個詩當然寫得很美 形容這個地方 連風數千里 修陵戴平經 雲過遠山翼 風至根梗荒針 都是形容這個山林原始的樣子 那接下來說 毛次已不見 姬名知有人 他說要他養的這個雞鴨被驚動了 他才知道有人來了 可見平常人的欺賞 那這樣的生活 他描述在詩歌裡面 道義得到這一封信以後 說有氣心貌乃東勢耶錫 與道友相會定於臨下 於是眾情城外與經書至於 這個竹道義他收到信 看到詩 然後就搬到這個 若葉山裡面的若葉西半 去跟這個 國道友一起領居 他們的生活就非常快樂 經書至於 那從這一段記載 我們就知道 至少在東進的時候 收人開始寫詩 這個詩還是一個非常 這個成就很高的 品質很高的詩 那這裡只是這樣敘述了 聲人寫詩的情況 另外一篇傳寫這個 《詩聲策》 說他十六歲到五三去拜訪會員 後來呢 就從遠授業 就是跟從會員來做這個 他的徒弟 跟著他學活理 然後休息 他辯學重經 由經波惹 就是他有一些專長 他又以問道之俠 亦錯懷偏讀 智若一副義勇 折若比成章 他也是肯會寫東西 那他也喜歡 他曾經到山南攀鬆而笑 於是清風遠跡 眾秒和名 超然又盛氣 他到山南攀鬆而笑 你想像他在山林裡面的那種快力 回來以後呢 他就問這個會員 他說 律志管弦 戒絕歌舞 一名一笑可得為乎 他說 我們的佛律裡面呢 是不讓我們去碰這個音樂的 智就是有一些條件 你除非 比方說為唱頌啊 或是做伙事的時候 你可以用音樂 平常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用智 然後歌舞是被禁止的 那麼他說 那我迎送詩歌 我傾笑這可以嗎 會員跟他說 以散亂言之 皆為違法 於是乃止 就說 這個會員就說 這是違法 以散亂言之 散指的心智 你的心智 你的生活 不在戒律的範圍裡面 所以是散 亂呢 當然就是 你的修行會被打亂 所以他說 從這個觀點來說 寫文學創作是不可以的 是違法 所以這個聲策 從此以後 他不再寫詩 那 會員說的這個話 也就是說 佛教是禁止文學的 這個有根據嗎 我們看 十聖律的明章法裡面 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說 當初佛在社衛國的時候 有比丘 捨 修多羅 阿皮潭 捨皮尼 送外書文章 兵法 遠離佛經 他們捨了 就說放棄這個 不是放棄 他們可能就 在時間上選擇 他們可能就放掉佛經的研讀 還有禁法的理解 然後都去讀外書 包括文章 兵法等等 那佛就說 從今 朱比丘若學外書文章 兵法者 圖吉羅 圖吉羅就是犯小錯的 身正如果犯了小錯 你到師父面前去唱歌 就可以被原諒 就是一點點的錯 那 在佛 釋迦摩尼佛還沒有制定 規定這個戒之前 本來長老 瑟利佛還有穆蓮他們 在楚高座為諸心筆修商儀說法 教學送外道書 未破外道論故 所以本來在佛陀沒有規定 說不可以學外道的文章 兵法這些外書的時候 佛的弟子 他們在獎金替這個新的 年幼的比丘三米說法的時候 他們會引用外道書 那可是呢 佛陀規定了這個戒以後 長老瑟利佛墓延便不處高座 為新比丘三米說法教學外書 從此以後他的重要的弟子說法 教學的時候 就不再引用外道書 所以這些小三米就學不到 國經以外的知識了 那這個時候呢 耳時諸外道文沙門渠壇 不聽弟子送外書 是佛羅門便往遇諸幽佛賽言 可共往到諸比丘所 達言隨意 意思是說 這個時候外道就聽到這個訊息說 佛陀禁止他的門徒 他門下的人讀外道書 這個沙門渠壇是外道人對佛陀的一個稱呼 那他就這個外道呢 就故意去找了一個優伯社 就是居士跟他說 我可以到你們這個比丘獎金說法地方嗎 這個優伯社就說可以啊 隨意喔隨你的意 這個外道就到了 這個佛陀門就到他們說集會的場所 說法的場所 就跟這個新比丘商民共論議 然後諸新比丘商民皆不能答 一者心路道 二者佛志不聽學外道書 就是他故意提出一些問題 去為難這些新比丘小商民 那他們都答不出來 被問的人答不出來 一來是他們剛剛入道經驗不夠 知識量可能也不夠 二來是佛陀 就是說佛陀禁止他們學外道書 所以可能這個佛陀門問的問題 是牽涉到國教以外的知識 所以他們答不出來 答不出來以後 諸外道清夢諸幽國色言 辱之大師辱所供養 辱所尊重上座先使者正如是約 也就績笑他 就績笑說你們尊為大師的人 你們供養他的長者 你們吃飯的時候都還先禮拜他 禮敬他的所謂的大師 就這樣而已嗎 就績笑他 然後諸幽國色心愁不樂 他們就很開心 以示白佛就是去告訴佛陀這個狀況 佛言這個佛陀就說 從此聽為破外道部送讀外道書 他就說從此以後聽就是聽任 就說讓大家去讀外道書 但是有一個目的就是破外道 就說你為了要不管是辯論也好 破除他們在不同場合提出的邪說也好 你可以去讀外道書 就說你要有目標的時候你可以讀外道書 那麼在《華言經》裡面還有一段文字說 佛子使菩薩摩克薩為利益眾生故 世間記憶迷不該洗 為了利益眾生的緣故 只要是人世間的記憶都應該要學習 所謂文字算術圖書應洗 地水火風種種株潤 前所通達不大要學習而且要通達 又善方要療治諸病癲狂 前消偉媚古毒細能除斷 那麼目的是幫助人 幫助人可以比方說治病驅毒等等 那文筆佔詠歌舞濟樂 細笑談說悉善啟事 也就是說原來佛教裡面是不讓佛教中人學習 包括文學在內的事物 但是後來發現如果你這樣約束門人 可能在世間不管傳教也好幫助人也好 都會有一些障礙 所以後來就開放了 開放的程度就變得很大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看中古時期佛教僧人的傳記 你會看到很多的僧人 佛教僧人剛剛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會用治病作為傳教的途徑 因為當時瘟疫也很流行 所以他們善用這些醫藥常識 這就是這裡所說的所謂的世間記憶之一 那從這個佛經上來看 會員所說的是有根據的 就是說以善亂而言皆為違法 就修行來說文學是不被接受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想 從修行的立場 佛教不主張從事文學 為什麼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我們如果為了修行 時間是很寶貴的 那你再來做文學創作 你想想看唐大的文人 說為了到底要推還是喬 都可以把一根鬍子一根吸給碾斷 那要多少時間才能碾斷一根吸 所以你時間浪費在這裡 再來文學 它是主張抒發情感 也就是說情感要外放 你要有情動於中而行於外 所以你要有情感 我們說要有靈感 可是修行又剛好是反向 你要先要掌控你的情緒 接著你要內觀內視你自己情緒的來源 進而去削減 所以文學創作跟修行 它是背道而實的 就這兩點來說 修行的立場不主張從事文學 當然是從宣教的立場 從宣傳宗教的立場 那麼以文學為宣教的方式 所以應善其事 就是要懂得 因為昨天也稍微提到 你要跟人家談佛法 一定要有文字 對吧 而且這個文字 是要人家能夠接受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傳教 要宣揚佛法 你一定要能夠修行 除此之外 大概很難找到更好的方法 當然你說深教勝於言教 但是在還沒有進到宣教之前 可能言教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從宣教的立場 文學是必要的 那麼從這個方向來思考 文學就成為一種工具 是佛法跟接受 傳揚跟接受者之間的一個平台 那麼在這樣的立場上 我們來看 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 是不是可以符合佛教的要求 或者是佛教的立場 在《往事白語》裡面 這個星雲大師說 有見於當時的佛書 兼色難懂 我發心寫釋迦牟尼佛傳 用文學的方式來表達佛陀的一生 他自己很清楚說 他寫釋迦牟尼佛 是用文學的方式來表達 那麼這個 他對於文學的要求 顯然就點出了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要跟金色難懂這個東西 要保持距離逆向流行 他要平易近人 講的再白一點就是 他要寫的《釋迦牟尼佛傳》 是人家看得懂 看不懂就沒有用 昨天陳主任說書要有人看 要不然就成了廢子 你知道我有個親人 有個親戚說了 鈔票不用了也是一堆廢子 所以這個功能要彰顯出來 這個星雲大師說的這個話 就是這個意思 他要寫讓人懂的這個文學作品 那麼他在吳聲錡的歌唱的序言裡面 他還寫過這樣一段話 他說他開始寫這個故事 用這樣的方式寫文章的時候 是在民國35年的時候 他的第一篇叫《鈔票》的話 可能因為文學的意義是在表情答義 而這樣的寫法 更能夠生動的把情意表達出來 因此起初沒有受誰的啟示 但是他覺得這樣寫沒有錯 所以他很確定的告訴我們 他所認定的文學的意義是在表情答義 特別是在答義這個部分 好那麼他另外有個地方 他講到文藝的意義是反應現實 對善加以歌頌波揚 對惡施以指責奏子 一個對文學有愛好的人 先天注定他是一個必然的獨立人物 他必須用他獨立的頭腦來思考 他必須用他獨立的眼睛來觀察 他必須用他獨立的心靈來感應 我們來看就是他的前面這一小節 說的是文學的功能 是在宣揚正面的思想 要批判這些反面的事物 接下來他說的呢 他講文學對文學有愛好的人的一些條件 獨立觀察獨立思考 特別是觀察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用在文章裡面的觀察的成果 他說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架留神經 那不是人要說的話 是大家要說的話 是文學要說大家要說的話 好 那麼這是新雲大師的文學觀 他的文學觀很充分的表現在 他善敘事的特質裡面 而這個善敘事的特質又表現在 他的文章裡面的幾個特質 幾個部分 第一個呢 是日常生活的描述 第二個是運用事物的特性 第三個是用輕快幽默的比調 第四個是他很懂得靈巧的結合佛理與佛教的知識 他的善敘事的特質 表現在這四個特點上面 那麼給大家先看一篇文章 說有一個年輕人剛結婚的時候 逢人便說有了家庭生活多麼的好 單身的時候回家吃泡麵 現在呢一回到家 就有人給他提拖鞋讓他穿 一進到屋子呢 還有可愛的小狗圍著他汪汪叫 那餐桌上有菜香 他說你看人生多麼美好 擁有家庭多麼幸福 可是呢才一年 一年以後他逢人束縛 說有了家庭的煩惱 這裡說擁有家庭很幸福 這裡說有了家庭的煩惱 因為現在一回到家呢 太太不再拿拖鞋給我穿了 他有他的工作要忙 那換成小狗 閒著拖鞋給他 搖拖鞋來給他 那他的太太繞著他汪汪叫 那說什麼呢 那要求要分擔家事 要求要儲蓄 要求要懂投資 那要求要準時回家等等 有大堆的要求 所以一年才一年喔 這浪漫的燭光晚餐不見了 溫柔可人的太太呢 變成管家婆 結婚這麼不自由 簡直像牢獄一樣 前面他說人生多麼美好 一年後馬上就改變了 好 那麼他去心情苦悶 跑到寺廟向一個法師訴苦 這個法師聽完年輕人的話 告訴他 你大可不必再苦惱 你仍然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為什麼呢 你的拖鞋一樣有善解人意的小狗 給你咬來 那太太對你要求的聲音 就當作小狗可愛的汪汪叫 彷彿是一首又一首幸福樂曲 你的生活還是跟以前一樣美滿 心雲大師這樣寫 當然這是一個 可能是某人告訴他的事情 但也可能是他的親身經驗 總之他這樣寫 他說你還是過快幸福快樂的日子 因為你前面不是講嗎 有人對著你拿拖鞋給你 然後小狗圍著你汪汪叫 那現在一樣 你把太太要求的聲音 當作小狗的汪汪叫 你的拖鞋一樣有人 一樣是有咬過來 你還是可以穿 那麼接下來他就說 這個世界怎麼改變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世界 不要陷入外境的迷思 平添煩惱 雖然這個陳主任說 這個時間很寶貴 不能講太多的閒話 但是我在想 所有有過感情經驗或婚姻生活的 特別是女生 都有一個可以拿來當笑話的就是 結婚週年也好 生日也好 對方不再買花給你 他可能忘記了 可能太忙 然後變成太太要自己忙 然後有一次我跟同學講 自己買多好啊 他還會買錯 還會買差的 買便宜的 你自己買 不是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的花嗎 這樣多好 這樣想不是日子都好過嗎 星雲大師講的 我們常因外境 心生分別 客觀的環境我們是掌握不了的 可是他一直在變啊 那個掌握不了的東西 偏偏就是一天到晚在改變 那他說一句好話呢 我們就上天堂 一句批評呢 就茶幹無味 輾轉難免 他指的是 我們受外界影響 受外境影響的情況 接著他就引出了這個 《華顏經》裡面的話 說這個 離諸產狂心清淨 常樂慈悲性歡喜 離開那個客觀環境 客觀事物對你的掌控 你才能夠有清淨的心 他說 凡夫的心原來跟無來並無二致 只要懂得畫艱心為捨心 畫吞心為喜心 畫貪心為失心 畫殺心為慈心 自然解編小丑 不再與刀口上甜蜜 貪求世間無欲的滋味 重點在這個畫子 對不對 好他接下來講 因為我們講外境 不要陷入外境的謎識 但是改變外在的環境很更難 特別是我們個人 所以他說改變外在的環境 不如改變我們內在的心境 就如一池落花兩樣心情 有人連喜好花飄零 有人卻喜花果僵熟 這間文章就叫 《一池落花兩樣情》 我們詩人也說 《落衡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迷更戶花》 對不對 可是也有人說 《無可奈何花落去》 所以你一樣是看落花 就有不同的心情 我前陣子給學生講 日本的物語的時候 講到裡面有人賞櫻花 日本古人賞櫻花 有人就說 春天不要有櫻花該多好 因為有了櫻花 我們就要商春 席春不及就要商春 因為櫻花會落 是應該這樣嗎 學生當然就有不同的討論 另外也有詩人就說 就是因為有櫻花 世間更美麗 它會落 所以才會讓我們更懂得珍惜 那有些人就前面說了 他說乾淨不要有櫻花 所以其實外邊的事情 外界的客觀的情境 是我們無法掌握的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我們自己 好我們回頭來看這一篇小文章 這個星雲大師用的 是一個日常生活的描述 人人都會碰到 對不對 婚姻裡面更是常見 那接下來呢 他告訴我們 他跟這個男主角說 你一樣可以過得快樂幸福的日子 雖然我們覺得很好玩 他這個地方就是他用了 輕快幽默的筆調 那麼最後呢 他很靈巧的 把佛教的這個深刻的道理 畫作很淺白近人的文字的書寫 帶進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很短 我用幾個PPT就放完了 但是在這個文章裡面 他充分顯現出他善敘事的特質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篇文章 他講說王先生是一個公司的董事長 生意做得很成功 個性比較保守 沒有什麼知心的朋友 每天忙完工是回家吃飯 就很少在說話了 然後餐桌上也很少說話 這個王太太為了讓先生了解 人除了事業的成就之外 人體關係的互動交流 不僅使別人感受到歡喜 同樣的自己也會得到快樂 所以有天晚上王太太做了一道青針板鴨 私宿的人就跳過去了 事前他把鴨子的一條腿長了起來 這個先生就問 他吃飯的時候就問 說這鴨子怎麼這樣 那他說這鴨子怎麼只有一條腿呢 太太就很故作輕鬆的回答 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們家裡養的鴨子通通只有一條腿 他說你不信你去看看 誰家裡的鴨子是一條腿的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文章呢 就寫他們果登就去看 這個太太設了一個很奇怪的答案給這個先生 這王先生跟著太太到後院看了 眼前三五重群的鴨子 真真實實的只有一隻腳站著 那這個太太就跟先生說 你想有什麼方法讓一條腿的鴨子變成兩條腿 這個王先生就對著這群鴨子 啪啪啪鼓掌 鼓掌的聲音響起來 這鴨子們就邁開兩條腿四處奔跑 因為他們在打課睡在睡覺都縮起一條腿 大家見過這個鴨子睡覺或雞睡覺 有嗎 他們會把一隻腳這樣捲起 就把一隻腳這樣捲起 就站著 在樹上有時候也是這樣 但通常我在我家裡看到 他們站在平地的時候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兩條腿 不是一條腿 這個太太是故意的 好 那麼所以他說 這個鴨子原來是豎起腿 正在絮精養生 障礙之下 真的綁得只有一條腿 那王太太就在這個時候 跟他先生說 你看聽到掌聲的鴨子 一條腿就變成兩條腿 何況是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共鳴 意思是說呢 你得跟我對話 你也要跟別人對話 好 那星雲師父大師呢 就後面就帶進了他的 這個要告訴我們的一些道理 他說 夫妻之間一句讚美的話 都另一步失一句安慰辛苦的話 也不願出口 感情怎麼可能不變直 那佛經理說 丈夫對於太太要 富起物質生活的充足精神 心靈依靠責任 心靈依靠責任 太太對先生也要給予 居家環境的舒適 給他安心持家 教育下一代 他說 家偶非天成 相處中 多一份幽默 少一份緊張 多一份體諒 就少一份爭吵 多一份關心 就少一份指責 美好的掌聲永遠不嫌多 聽到掌聲 一條腿的壓直 變成兩條腿 願偶 成家偶 歡喜 或願家 都掌握在我們的心心念念 良緣與惡緣 都靠我們自己去創造 我們其實都懂這個道理 但是我們能不能做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再來看這篇小文章 西雲大師他用的 他所描述 他所講的這個故事 當然是生活常態 很多人都會遇見 可是現在回來不講話 其實他累了 對不對 在公司上班工作的時間 可能他要講很多話 他回來也不講 像我有時候下課回家 我也不想講話 我整天都在講話 回家就想要閉嘴不要說話 那可能是這樣 但是呢 要看一下等了你一天 你回來要閉口不說話 那是什麼狀況呢 好 他描述的是一個日常生活 特別是他善用事物的特性 這個壓直縮起一條腿睡覺 你要是沒有生活的觀察 你是不知道鴨子有這種習性的 那他很釋確地把這個觀察 帶進這個文章裡面 而這個觀察不是很困難的 不是你要到深山裡面找才有 或者是你要去參加什麼 參訪營才有可能看到 是你平常就見得到 只是你平常有沒有注意到事物的特性 那幸運大師就把他的平常的觀察 帶進他的文章裡面 同時我們也知道這個鴨子不是一條腿 對不對 他說拍拍手聽到掌聲 一隻腿的鴨子變成兩條腿 那是在開玩笑吧 他本來就是兩條腿的 所以他用這個很輕快幽默的筆調 來告訴我們他要講的故事 同時他最後又結合了佛教的道理 這個兩篇文章裡面 生活的描述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是因為文學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經驗 我們的經驗是決定我們很多學習的關鍵 有一些心理學家或哲學家講 我們的學習或是我們跟人的接觸 我們做的決定常常是根據我們的經驗 這個經驗是從我們出生以後 慢慢累積的 那麼讀文學我們做文學會常常講 所謂的召喚經驗 一個作者他透過他的巧妙的文筆 讓你的過去的經驗被勾出來 然後你會想不要說他描述這個桂花的美麗 那麼你會想到你曾經跟你的母親 在桂花樹下一起做事情的往事 這個經驗會被帶出來 於是你對桂花或這篇文章 又有了新的感受 那透過這個感受 你會回來肯定這個作家的作品 所以經驗常常是 作家必須要訴諸 創作的時候訴諸經驗 閱讀者也透過經驗來回應這個作品 因此幸運大師所描述的日常生活 越是平常 他能夠召喚的 能夠感動的 能夠傳遞的群眾的量就會越大 因為你比方說你如果寫一篇 想是在談大學教授 比方說我們今天都拿陳主任當兵 如果像陳主任這樣的大學教授 你不太會了解他的生活狀態 也許在座有大學老師知道這個辛苦 可是一般人不會知道他們過什麼樣的生活 他們看到的就是很有成就的樣子 但是如果你講比方說剛才的夫妻相處 你知道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大概都會有經驗 或了解這個狀態 所以他的生活經驗 他寫得越是平常 他能夠感動的 能夠訴諸於群眾的量就越大 他能夠鋪及的 觸及的面就越廣 這是他寫作的一個特點 所以不只是他的文詞品欲近人 他描述經驗 描述日常生活的這個部分 更是我們要關注的 接下來要談的是一個比較不同的書 叫做吳松喜的歌唱 我以前其實沒有看到這本書 應該是去年才看到的 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的佛教高僧 我發了好幾年做一些 台灣佛教高僧的文學研究 那麼台灣佛教高僧的文學 大概可以歸為以下幾類 第一個就是改寫佛教經典中的 預言故事 或者是古代高僧的傳記 就是把佛經裡面的一些 比較有趣的故事帶出來 改寫成百話文 或者是把古代高僧的傳記 寫成更容易讓大家看得懂 這個改寫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旅行書寫 因為生人要 因為修行的需要 因為學習的需要 因為傳教的需要 那學習比方說 我比較花時間研究的佛國技 就發現從中國到印度去取經的經驗 當然他有一個動機 強烈的動機就是 他覺得中國的律法 就是佛教佛門宗的戒律不夠完整 他想要去印度看個究竟 為了學習的動機 修行佛門宗裡面的人 不可以長期的停在一個地方 因為戒律他隨著時間會改變 至少我所了解的 他如果長期的停在一個地方 他就會有習慣養成 那第二個呢 會形成財產 就是你會有一些東西 你為了生活的需要 你會有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本來修行是要不斷的 讓你去看地方 因此旅行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我們昨天講旅行不是那麼容易的 特別是生旅的旅行 餐風入宿 那麼有時候還有一餐每一餐的 甚至要面對這個生命的考驗 你到了很艱難的地區地環境惡劣 天氣惡劣的時候 你面對的就是生命的考驗 那麼當然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就是傳教 為了要傳揚佛法或者是我們明末清出的 很多天主教的傳教士到中國來 他們這麼樣的不遠迁離 耶穌會的傳教當然是基於宗教的熱忱 他們都留下一些傳記 佛教之外 耶穌會的傳教士留下大量的傳記 所以旅行書寫也是台灣佛教高生 他們文學的成果之一 第三種是個人的佛門音樂 我稱它為類傳記 就說他還不足以概括這個人的一生 但是他告訴我們他怎麼樣接觸佛法 他怎麼樣進到佛門中來 他如何修行 甚至他的困難、他的挫折 他寫在他的短暫的回憶錄裡面 不是很完整的一篇又一篇的 很多高生都寫過這樣的作品 那麼第四個就是 有一部分的高生他會寫佛紀跟佛詩 這個就是屬於比較純粹創作的部分 那第五個部分就是 介紹跟回憶明山博士 有些高生他是從中國大陸 隨著我們台灣早期的國民政府 撤退到台灣去的 這些人他會寫中國大陸的一些有名的 山裡面的一些美麗的佛詩 還有這佛詩裡面出過的高生 總體上來說 台灣高生的文學大概可以分成這幾類 但是這裡面就沒有包括 星雲大師的無聲席的歌唱這樣的著作 這本書他寫的是佛教裡面的 以鬼所用的器具 然後他用的方式不是純粹介紹的 他是用這個畫作這個器具本身來說話 他把它稱為物語 那麼物語他說是用物的口氣所講的話 就是等一下會給大家 差點說同學 給大家看三篇他的這個物語 那他說像這種文章 作者要站在物的立場去帶他說話 我博除了藝術家風子海聲稱的 圓圓堂水筆中寫過一兩篇 還有文學家陳恆哲女士的小余典幻 我博其他的作家們還不多用過這種作品 意思是說他也算是這個 帶領先機的創作者之一 就是很少人這樣做 他是其中一個 那我剛才說了前面的這幾類 其實都跟佛教的這個高僧的身份 是密切關聯的 但是用物語的方式來創作 來寫這些依鬼所需的器具 卻不是非必要的 他就進到了純粹創作的一個境地 那麼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他說那個時候呢 他年輕那為了生活的需要 他去兼了其他的工作 這個工作呢 是在一個森林裡面 他說呢 他自己像在 觸摸在森林裡 像一個獵者 實時注意山中的動靜 他說獵者的對象是這些動物呢 但是他的責任是注意偷髮樹木的歹人 就是像現在的森林守護者那樣的工作 那他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白天他看看森林裡 穿來他去的猴子啊松鼠啊 然後他就算著等時間吃飯 等個室裡面送來飯食 晚上他就聽風聲 然後呢 這個 聽貓頭鷹的聲音 他就住在山裡面的草棚裡面 那這樣的工作呢 他覺得在佛教中 除了換取一句虛而不實的戰慾發生之外 沒有別的報仇 其實就是換一個基本的三餐 那這樣呢 他就覺得日復一日 他自己開始覺得 時光跟年華都有點浪費 所以他感到恐慌 他那個時候年輕歲 他說一個青年的生命裡 不充滿了光熱 哪一個青年都未來沒有美麗的希望 那他覺得他自己呢 是在虛度光陰 因為他為了溫飽去做這個事情 而他的志向是要幫助很多的人 是要修行 可是他今天卻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在那個時候 覺得他應該在人生的旅途上 留下一點痕跡 因此我就在那個 只能容身的一人的草棚裡面 附在亂草堆旁 寫成第一篇物語 就是大宗 等一下給大家看大宗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寫作的背景 同時他也在其他的地方提到 當這個無聲錫的歌唱 他是單篇單篇發表的 他發表到大概是十四篇 大概是這個數量 就是數字我現在忘記了 那個慈航法師給他寄了一封信 同時還寄了一點錢給他 鼓勵他繼續 那他也提到 剛才陳主任也提到說 有人批判他的 但是慈航法師鼓勵他繼續寫 他覺得這樣的文學創作 對佛教傳承佛禮是有幫助的 那麼為什麼是有幫助的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的第一篇 民國三十幾年 他寫成的第一篇大宗 他一開始說 我的名字叫做 鐘從古至今 我一直高懸在清靜佛寺的大殿角落裡 那接著他就說 前些日子 一個師傅手拿一本 今日美國話刊 在我身旁越來 恰巧上面也有一口大鐘 我看到了歡喜若狂 因為在每個寺廟中只有一口鐘 所以我都是孤單寂寞的過著日子 一旦我的朋友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整不歡喜 於是我親切的向他注視 原來他還是美國的一座自由之鐘 這是他的開口 那當然我們知道 他這一小段 就在寫中國的鐘跟美國的鐘的差別 他這個鐘是寺廟裡面的鐘 不是美國的自由之鐘 他一開始就為我們區別了這個鐘的 鐘外的差異 那接下來他就用鐘的口吻 用鐘的這個功能來談 來告訴我們 他說我是清靜佛寺裡的大鐘 我和其他的見追弟兄不同 見追就是把氣 我的身體很龐大 不能隨便搬動 然而我的聲音什麼障礙也擋不住 我能越過窗簾屋擠山頭 在自由的空中飄蕩 所以人們稱讚我是自由的象徵 他把鐘的特性點出來 我說他善於描善去處的這個部分 就是他能夠觀察到事物的特性 然後把它寫在文章裡 這一篇文章他特別用鐘的口吻寫 鐘的聲音我們都聽過 確實在他溫厚的清陽的終身之下 大概沒有什麼東西擋得住 他不刺耳 但是他擋不住 那麼再來他講他的形狀 他的身軀很龐大 他說接下來他說 我平時不大輕易浪費我的聲音 我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一定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才有人來抄我 早上我從無故事的 在天亮之前一定發出聲音 那麼他說 我每在晚上想起來 名字叫做開大金 坦白講我是看了這個文章 我才知道說 晚上敲鐘是這個名稱 也就是說清明大師透過鐘的功能 告訴我們佛教裡面 怎麼樣用這個法器 他很巧妙的很親切 然後又帶有一點幽默的比調 來傳達一些知識 讓我們理解佛教中的器具的功能 跟他的用法 那麼他說呢 包括寺廟裡面起身睡眠 他是一個80台 然後有重要的事情集合要操縱 所以他的責任是光榮而重大 那從責任這裡呢 他又講到有人專門負責這個敲鐘 他說那是同餐老頭陀 敲鐘的頭上他把他稱為同餐 同餐是一起修行的出家人 他是好朋友 然後他告訴我們說 他每天早晚敲打我的時候 這個我就是鐘 他口裡都高唱著鐘聲祭 我以前也不知道敲鐘的人 還要唱著鐘聲祭 那麼他說敲一響就唱一句 那他唱什麼呢 他唱這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這個鐘聲祭 他說 紅鐘出寇 寶記高銀 上策天堂 下通地谷 干戈勇息 講碼修征 前面說他的聲音 下面說 希望這個鐘帶來和平 那麼如果有人傷亡 正敗傷亡聚聲淨土 他助到這些傷亡的人可以往生淨土 三界四生之內各免輪回 九幽十類之中 細離苦海 光是敲鐘都要唱鐘聲祭 而鐘聲祭的內容 完全是傳達佛教的思想 就是很簡單的佛理 而且我想問一下 我其實沒有想到送書的問題 但是我確實要問一下 那他這個鐘要敲幾下 你想他敲幾下 這邊想 天亮的時候 他說 聲音一響他都接著唱一句 敲一下唱一句 你這裡就可以知道他要敲幾下 所以他無形中把這個 移軌的使用方法也告訴我 那麼接下來呢 他還講了比較後面的地方 因為鐘是每天要敲的 前面又說他的責任是光榮的 是重大的 那麼他說他不願沉默 要永遠的叫喊是說 他希望這個鐘常常被敲 那就是意思是希望這個佛教 永遠都正常的這個傳揚下去 寺院的生活能夠如常的運作 才有可能一直都想下去 那他說呢 可是有時候也會給人利用 他說有一次有一個有錢的大人物 然後來到四里玩 臨走的時候呢 住持和尚叫老婆婆 撞起著我 表示讓我用聲音來幫他 歡送這個有錢的人 那正在我當當想的時候 一個號稱新生的師父走來 沉著臉向他討笑 新生就是當時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時候 有一批生人 年輕的生人 他們自稱為新生 就是他們要跟傳統的老的生人區隔開來 所以號稱新生 那這個比較所謂前進的生人 跑過來對著宗教 說你這個勢力的宗 忘記了你光榮的任務 忽視了你偉大的責任 你的任務是喚醒愚痴的人群 你的責任是喊醒睡夢中的出家人 誰叫你拍有錢人的馬屁 忠啊勢力的忠 你忘記了你的清高 他在罵誰啊 他當然不是罵忠 他在罵佛教裡有一些屈言複事的人 那他透過忠 他透過忠 因為忠聲本來就是讓我們會醒過來 我剛剛大師剛剛說 忠誠清涼幾乎沒有什麼擋得住 他的功能又是在夜半 然後清晨或這個應該是凌晨 還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所以他是負責讓別人醒過來 然後提醒的作用 因此呢這個功用是責任重大的 現在卻是變成了好像要送往寧來 特別是要去寬送這個有錢人 只是為了要靠他歡心 所以他說他是個勢力的忠 他罵的是佛教的人 而不是罵這個忠 那後面呢就是他師父用這個忠的立場來說 心聲的話一點都不錯 他有神聖純潔的工作任務 他應該希望施力場中的住持不要讓我涉足 他說因為他是忠網 他沒有辦法不被人敲 那主導這個事件的人是住持 所以呢他用比較溫厚的方式說 我希望施力場中的住持不要讓他涉足 這是他的第一篇這個物語 吳聖錡的歌唱的第一篇 那麼這個文章裡面呢 稍微比前面我舉的例子 稍微長一點點 但也不是那種無可負荷的長度 因為文章長會讓人很不夠氣來 如果你在用堅聲的語詞 那就更厚重讓人難懂難以進入 他所有的敘述都是淺白的 那麼這個中的從他跟中外的區別 然後他的特性 包括他的外貌的龐大 他的聲音 然後他的功能在寺廟裡面 佛寺裡面他具有的功能 在講到怎麼樣去敲他 就配合有負責的人要唱終身記 這個都是儀軌的規定 唱什麼內容 還有我剛剛說 這裡面就包含了敲幾下 然後最後是一個檢討的 這整個敘述裡面呢 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在簡單當中 我們吸收了佛教的常識 我如果沒有看過這一篇 這個大宗的這個無聲行歌唱裡面這一篇 我不知道敲鐘還要唱終身記 我也不知道要敲幾下 我們常常說這個 鐘聲很美的 他到底多美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鐘他晚上敲 叫做開大經 所有的佛教裡面跟鐘有關的常識 透過這個文章帶來給我們 接下來給大家看這個慶 就更有趣了 這個叫大慶 他說呢 他講他的歷史 他說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開始加入寺院的 他說好像記得從馬祖創了叢林 百丈綠的清歸以後 他就有了很高的地位 馬祖道義跟百丈淮海大師 他們定了一些叢林的規矩 他說他本來是五金之類的 銅鑄造起來的 他有分別 有大慶跟隱慶的分別 那這個慶呢 是佛教試驗的仿器中 他說他是見錐的大王 就是那些敲打的仿器的大王 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的唱頌起落快慢轉合 都是聽我的分布 所以在寺院裡面 在微額堂皇的大殿中 站在一切見錐的前面 他是 就是這個大慶 就是做仿式唱頌的時候 要聽一個負責的人 他等一下會提到敲這個大慶 大家才可以開始放開喉嚨 不管是唱頌也好 不管是歌詠也好 所以他後面就形容 他自己所有的法器都要跟著他 他形容他是像君浩 進呀 退呀 都要聽他的指揮 所有的人 包括我們行禮如宜的這個去 不管是去佛堂裡面參拜的人也好 會一起做佛式的人 都要聽他的指揮 他說不能錯 因為他像君浩一樣 那如果我一錯同修大眾 就會前後稱次不起 所以他的責任很重大 這個都還在講功能 然後他講了敲打的人 叫做為納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敲他的 那這個人要熟悉佛門的規矩 喉嚨要好資格老 這個我通通都不知道 因為喉嚨好他才能夠 有點帶頭的作用 那我去參加過一些大杯禪的時候 確實有一個人是帶頭的 但是我以為他就是義務的 過去我不熟悉的時候 那這個人呢 他在敲的時候都不能錯 同時他旁邊還有一個木牌 寫一行字 說大眾會命再辱一人 辱若不顧罪歸辱身 這個敲大慶的人 他旁邊還有一個牌子 牌子上寫了這四句話 這四句話的內容好沉重喔 為什麼呢?他說因為這個大慶他帶領的是佛 寺院中的佛教活動 特別是做法師 那大家心要定 可是你如果敲錯了 大家心就亂了 因為想說怎麼會 這一生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這當一生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那四句就亂掉 就是說那個四句本來是要集中 甚至歸於層級的 這個時候因為你敲錯了 他就亂了這個心緒 你心緒被激起了這個悲揚的這個情況 就開始想怎麼回事 到底要跟左邊還跟右邊 所以他說大眾會命再乳一身 乳若不負 罪歸乳生 你敲錯了這些人的修養 他的修養功夫如果是有一些折損 甚至他起了妄念 就是罪全部都要由你來負責 那這個人 豈不是要背很大的責任 所以他的責任重大 所以他的地位也很高 好這樣的人才能敲大慶 接著他就說 平時別人是不能隨便敲我 這個大慶說的 可是有一些老太太來燒香 他們就說燒香不敲慶 菩薩不相信 我看了覺得很好笑 他還押韻 那他們因為說這個話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近我的身旁 就拼拼拼拼的亂打我一陣 弄得照應我的殿主師 亦無可如何 就是負擔拿老太太們怎麼辦 你可以想像那些不懂儀軌的人 一個不是四月中的人 只是因為進來敲燒香 而且說要讓菩薩相信就要敲慶 我倒沒這個習慣 但是慶的聲音確實好聽 如果讓我敲一下我也會很開心 但他講的就是一般大眾 對這個儀軌對這個法器不了解的情況 甚至有些冒犯的情形 那他說呢 我暗暗的好笑又好氣 這是大慶的口吻喔 他說 氣的是老太婆們胡來 笑的是老太婆們的魚吃 就是燒香帶前程 菩薩那管你敲不敲慶 他用慶的口吻 而且這個非常白話 然後又帶一點幽默的語調 讓我們很有感覺 想像這個老太太們燒香 他們要的就是素承 要的就是胡上馬這樣回應他 這種情形呢 他把他寫出來了 那麼接下來呢 他說現在他沒有尊嚴了 剛才說 因為他承擔了很重的責任 所以他是很有地位的 在佛寺裡面的活動呢 他是千軍萬馬的那個方號施力 可是現在他沒有尊嚴 他說呢 除了無知的老太婆 少鄉敲打我之外呢 原來是要有那個維納師 就是敲慶的人 他要很有經驗 一定要打在板上 一定要敲在眼上 所以我們說有板有眼 敲這個大慶 現在呢 張也可以敲我 李也可以敲我 還好他沒有說王 那就是我 那出家生命可以敲 在家男女也可以敲 會的人敲 不會的人也能敲 他接著說 撐撐撐撐 亂亂招招 他這個底調雖然很平常 可是你就想像那個大慶 被騷擾的情況 不只是冒犯還被騷擾了 而且呢 因為他有聲音嘛 他就說撐撐撐撐 亂亂招招 那初學的人 每次敲我都會錯幾下 每錯一下 大眾師都會投過一個不安的眼神 那我知道他們動了念頭 修行就是要指望念頭 動念頭怎麼行呢 所以這個法器 它關係到修行 它前面講的雖然看起來是幽默的 甚至是我們說好玩的 可是它背後呢 它是有一個嚴肅的批判的 因為這裡是觀測到修行 那它還講更痛心的 因為它用大慶的口號說 現在大慶它被敲 我們說它善用事物的特性 中聲中的軀體 慶慶的聲音 剛才講蹭蹭蹭蹭 亂亂招招 你就想讓它們敲不出好聽的聲音 因為沒有板沒有眼 現在說這個大慶會痛心 你就想像 你突然間 我至少我這個很 很喜歡文學人 我就突然間覺得 那個大慶裡面搞不好 也就是什麼樣的菩薩 說的呢 你覺得它很委屈很痛心 為什麼呢 它說住持們常帶我們出去做經燦 按照佛教的儀式歸禮做 道也罷我 哪知道我有時聽到他們念的是 智興興禮北斗大天尊的經文 那是什麼 道教的經文 它說供的呢 也是聖德聚光天后王母的牌位 他說我現在荒頭露面的在外獻醜 看一些外道經文結了伴侶 將來有什麼面目見江東富老 他說呢 希望佛教諸公大德 你們不能看我傳輪下去 為我的前途計畫一下 他寫大慶 他把大慶的功能 誰能敲它 怎麼敲它 寫出來之後 他告訴我們 現在懂得用仿器的人很少 那這個就是我們得到了佛教知識以外 我們又可以參與他對佛門中 比較被忽略的衰敗的那一面的一些思考 那他說的語言 就是我說的日常生活的描述 然後他善用事物的特性 那再給大家看一篇就更好玩的 我就舉這三篇例子 再來他講普團 他說呢 人們對我一定不是感到陌生 不生疏 因為他不是只有佛式才有 確實有些家居的場合也會看到普團 接下來他講了這個普世水草的名字 然後做成什麼樣子 他的功能是給人跪拜的 免得地上的灰塵弄髒的衣服 所以呢 他說我就這樣奴隸式的一天一天的度著時光 因為他讓人坐在底下 坐在我們的臀部之下 或者我們如果跪著 他是在我們的腳之下 所以他說他像努力一樣 那麼可是也因為這個 他的跟我們身體之間的關聯 這個特點 他說呢 普團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名稱 那他在講喔 這些不同的普團呢 呃 名稱不一樣啦 形式可能會改變啦 那 到常習慣的用著 並無人見怪 大家還是用普團 不管他的形式 性質或是職才改變 好 他的形式不然不同 他就從這裡帶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們在普團上 禮拜的樣子也是花樣百書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的身體最靠近的 不是那個大宗或者是大慶 就是那個普團 你在參拜的時候 你在如果家裡有佛堂 你是不是坐在普團上 也許現在還有椅子 但椅子上面也許也放一個普團 總之普團在寺院的環系裡面 他是最貼近我們身體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特性告訴我們 禮拜的人 他的樣子也是花樣百出 只有他看得最清楚 因為我們坐在他上面 我們怎麼樣扭動身躯 怎麼樣不安定 這個普團最清楚 所以他說 不成為佛教的人 不懂宗教的儀式 在禮拜的時候 他的樣子像 叩頭如早算式的連連點幾下頭 已經學佛的人 在他禮拜的時候 非常虔誠莊嚴隆重威夷 他其實是在教我們 對吧 他在教我們怎麼樣禮拜 但他透過普團 跟我們身體最貼近的器物 來告訴我們 有這兩種區別 你是學佛的 還是剛剛進門不懂的人 那就不知道了 接著他說 已經學佛的人很莊嚴 有所謂的兩碼半的規定 兩掌翻開頭著地 這是最封敬的禮拜儀式 其實在中古古時候的紀錄裡面 這個叫頭面禮竹 就是用你的頭去禮盡佛菩薩的腳 就是非常靠近他 這是最封敬的禮拜儀式 他在告訴我們這個常識 他講禮拜的時候 有功夫的人 態度平靜安靜平和 初學佛脾氣急躁的人 禮拜的樣子就顯得漂浮不定 他說在普團上敗過的人 從他的態度上 就可以看到他學佛的程度 他不是在說哪一個師父可以看透你 他說這個普團 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另外一個就是普團 你怎麼樣坐在那個普團上 你是不是清乎氣躁 真的只有普團知道 還有誰知道 只有你怎麼做他被做的那個普團 才會知道的 他有說有一些學佛不久 或是碰高我慢 不明學佛行儀的人 進了大殿 非要跪在中央的斧頭上 大模大樣的禮拜不可 好像在兩邊的普團上拜 供奉在中間的佛菩薩 就沒看見似的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看到這裡心裡還跳一下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進了佛師 我還在中間禮佛 他這樣說 他接著告訴我們 他馬上帶出一個佛教的知識 他說他要哪裡知道中央的普團 乃是規定給寺院裡的方丈 或是大法師專用的 我還是看了這個才知道 從此以後我不敢去中間 那這個父團 我覺得他就是知道這個仿器的用途 而且他善用 他跟我們身體接近的那個程度 而且那個接近的方式是最私密的 對吧 我們跟師父說話 跟同參說話 至少還有距離 你身體 你的心情影響你的身體 你在普團上是什麼樣子 別人也許看不到 這普團就知道 所以他用普團的語氣 既傳達了普團的特性 又帶出了佛教的知識 而且他的用語呢 是半邪半裝的 又親切又可愛 然後還帶有一點批判性 因為他最後一個要告訴我們 中間的普團 不是人人可以去跪拜 這個就是他無聲喜的歌唱 那在這裡面我所說的 他的善息事裡面 日常生活的描述 包括寺院裡的日常生活 他善用事物的特性 幫他知道鴨子怎麼睡覺 知道這些把氣怎麼用 知道夫妻之間相處的情形 還有他幽默的筆調 看這些完全沒有沉重的負擔 而且也學了很多東西 最後我們知道他帶進來的 其實是佛理跟知識 那我覺得他的善敘事的這個特性 充分了我們和我們文學的使用 梁喜超說小說 他有一篇論文寫小說與群志的關係 他就強調了小說能夠被人們所接受 如果透過小說傳達一些 比方說道德秩序的觀念 那個效果可能大過於學校 教中教校的科版的書來的功能要大 同樣的 用西零大士這樣的文學的成果 來傳揚玻璃 我覺得讚好不過了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篇 比較可愛的故事 但也很沉重 他說中國有一則故事 敘述元朗王審判兩個兄弟 這樣元朗王在地獄裡面審判人間的事情 其實是有點中國化元朗王做的事情 問他們將來投胎為人 要做受的人生還是給的人生 這個哥哥就說 希臘們做一個為人付出的人 要過這樣的人生 弟弟就說 要能夠接受別人所有的人生 可以得 那後來元朗王就依照他們的願望 哥哥就投身在一個富貴人家 終其一生樂善靠施 他可以施生很多的錢財幫助人 弟弟就投身在一個以乞丐為生的人士 終其一生皆以乞討為業 他不用工作 他只要伸手藥就好 他人生就是德 他說 這雖是一則預言 但也說明了 一個人如果懂得付出 不計較吃虧 才能擁有一個富有的人生 一個人如果知諸必教 只知道接受卻另於付出 必定是一個貧窮的人生 這個其實也可以放在我昨天的編章美的部分 他說中國有一句俗話 說吃虧便是福 專可以說是先人智慧的結晶 這個簡短的故事講的是 我們熟悉的元朗王審判的故事 當然我們嚴格來說 他未必符合佛經裡面的元朗王的描述 或者是元朗王的意義 但是這個故事本身 是生活中文化裡面常有的 就是元朗王以及他的功能 或是他的任務 投胎轉世 我們昨天講的 不一定下輩子是投胎為人 但是在這樣的常見的故事裡面 投胎轉世你通常是可以如願的 所以他用的是一個 我們民間常有的想法 順著這個想法 他帶出了失跟受的區別 吃虧跟享福的辯證關係 或者我們可以知道 佛教裡面 他其實就是鼓勵我們 多行善舉 是以失去幫助別人 多捨 因為你不要常常有監命之心 吝嗇 因為吝嗇其實就是一種戰友 好 那麼這個故事非常短 但是呢 人人都看得懂 同時他訴諸於 只要是在中國文化裡面 生活過的人 就能夠理解的這種日常的概念 接受了他說的 我們說的 失虧就是虎 或者是這個失跟 你要真正要得 你應該先是 你如果一心想要得 你可能就是那個 反而是被施捨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好 這是他的一篇很簡短的文章 我就用這篇文章跟大家告別 那感謝你們的聆聽 祝你們一切吉祥努力 謝謝王康少爺 昨天的辯證美 今天的善叙述 所以我感覺到的是 幸運大師的那一種體育 那一種圓融 而今天的善叙述是 他可以用很深入前出的文字 而把這個佛教的意義 佛教的觀念帶出來 所以這一次 我們兩個不同的關注 那我們現在還有二十來分鐘 請問各位跟我們 王教授有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互相討論切磋 所以我先來問一下兩個問題 因為這兩本書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出去 剛才第一個問題 陽光 花朵跟淨土 然後淨水 請問 這是一剛開始之後 就有個界定 請問大師什麼界定 誰可以回答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恐怕要做筆記的人 才可以回答一個問題 可以的話請舉手 不要回去喔 這難得回去喔 你如果回答趕快提醒 還是這個題目真的太難了 可以嗎 陽光 花朵跟淨水 怎麼樣 為什麼語言 是必須要具有陽光 花朵跟淨水 那陽光怎麼樣去 它是怎麼詮釋的 怎麼樣詮釋 對 要有 career ар嫂ti 對啦 對 謝謝 謝謝 其實這本書真的很好 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很好 這算是這樣的 這本書其實是 有一個醫院他寫評審有話要說 因為他真的有一些事情 他只想要跟各位說一說 當時他的話是98 現在95 那當然他為什麼要說 就是當時佛教界有一些事件發生 台灣的國的道場 那麼我們一般的信徒 或是一些新聞記者 就是台灣的信徒這兩遍 就開始在追打這個宗教界 宗教界錢怎麼來 錢怎麼花 所以他就說我已經都快90歲了 我一定要站出來講一講 火光山到底花了些熟悉 尤其是辦教育 教育文化是很少錢 所以他這裡面他都很清楚地說一些 他火光山是怎樣 基因然後機體創作等等這些 這些概念 所以其實這一本書 我們當時一出來 就讓我們以為就是大師的最後的定位 那時候我們學生再做研究了 我們就還甚至開研團會 後來又出的我們這些 寫寫的時候 因為他眼睛也看不到 都模糊了 所以他寫書法是沾了末之後 他做一筆他寫完 所以他現在的書法就是 叫做一筆字 所以他這個簽名 他也是一筆字 在這裡 是一筆 這他正績喔 正績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寫寫 拍角 拍角 真的很重要 謝謝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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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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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8 20 20 20 是犯了死戒 死犯了地點 其實這個戒律是一直有在改變的 他一直是戒律 誰犯誰治 戒律是這樣子的 剛開始也沒有戒律 犯開之後錯誤 好 然後這個 住家生沒有律 律是慢慢慢慢才製造的 就是由出家中 惟律犯戒律 才隨犯隨之 這樣知道嗎 好 那剛才講到不可以讀外道的書 後來又說 可以 對吧 那請問 為什麼 這個簡單 記者來 要多解釋一些 先講到不可以讀外道的書 各位請 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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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外道的書 破外道的書 對 要破外道的法 因為你要先自己自遺 好 謝謝這樣 裡面是說 對 他答案對 對 要破解外道的那些書 對 對 因為你要先瞭解對方才能夠跟對方論點 對 所以其實我們說在讀內典的同時 很多古代的組織大學都入外面 所以學佛學到最後不是那麼拘泥的 那對諸學者當然有一些藉率去覆蓋 到最後對什麼東西都可以 什麼東西都不可以 先出來一下 我把書送給你 謝謝 謝謝 祝娜、亞聖書是名簽 可以 可以 乾貝 可以 很棒 谢谢 你们刚才玩来的朋友们 如果那两本书没有拿到团案 还有吗 还有 可以在外面跟我们的那个依供文件 好 跟我们黄教授请教一下 看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有什么 请教授请教授 我有很多话 我黄教授 刚才我听你说佛道是不只讲文学 那我有种想法 文学一早是文学的底文 如果佛道不太过意讲文学的话 那佛理是否要做何事呢 第一个问题是 是双方式的 佛道不是太子中文学 例如有一个教授的道理 如果我始终的人过于悟悦乐 悟悦乐地做 就是过于丹落 安逸的人 过于日落 有些人在看 如果人的怨悦太多 這樣便會迷失截截 但如果替我狂行針的冷淡 狂行針的修行 那些人生 被佛道的人生 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 不要說佛道 就不要說替我文學 不要說替我文學 那兩者是有關在黃寇修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普通 第一個是 兩個人 陳寇修幫我翻譯 我想把黃寇修給我 我意思是 剛才我聽過黃寇修說 佛道不只將藏著文學 不只將藏著文學 那麼 佛道不太主張文學 佛道不太主張文學 我本來好 佛道有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意思 佛道不主張文學嗎 佛道不主張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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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中的人 佛道不主張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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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提是從修行的立場 修行的立場是不主張這樣的 但是從宣教的立場是要做的 對 我剛才有說了 你要從這兩個方向去思考 因為如果你是純粹為了文學而文學 那是不被鼓勵的 可是他如果是為了傳教 傳揚佛法 所以就應該要善其事 所以文學在佛教裡面 它是一種工具 是一個溝通的平台 這是要從兩個方向來思考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 因為我聽不到幫忙 可以嗎 其實也很清楚 從修行跟情緒講是不一樣的 這個佛教委員當然要去除貪政次嘛 去向傑定會 所以不能夠貪嘛 他是從修行的角度就是 不能夠去貪來去 關於這些物資財富的這些 但是從宣教的角度來講的話 錢也很重要 對不對 我最近聽到一個故事說 都是滿一個團 到了台方去 見了這個 到佛光山去參訪 見了那個心靈和尚的前任的主持 心靈現在已經退過了 今天是心靈大和尚 跟心靈大和尚對談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說 那佛法這個 我們在弘法的這個 可是他說 對佛教來講 金錢總不重要 然後他馬上就會 重要 怎麼會不重要 因為你弘法也是要錢 對不對 所以從宣教的立場來講 錢也是重要的 從修行上來講 要遠移 他真的是要去向監禁 都不能破壞 但是你在一個有用的情況之下 當然他是需要的 他變成一個工具來的 所以大師曾經說過一句話 金錢不是獨捨 但他們做的時候也來有經限 也常常被人家引用 所以錢是中心的看你怎麼樣 我做這樣補充 好 剛才您提到的那個 在下面那個文學大師的 文學那個 土生喜的這個 土生喜的歌唱 歌唱跟你所列的那五點是區域 在那五點是玩的 近代台灣的高深的著作 我覺得這個 這個歸納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你這幾年一直在研究 台灣高深的這些著作 你可能會拿出來 那為什麼會 你認為這本的書 這本的範疇 不是很需要講嗎 因為他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都是佛教的高深 他根據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他的 有一個必要性在這裡 這裡是他有依據 他改寫 然後這裡是他的 因為這三個目的去旅行 寫下來的 然後他個人的經驗 介紹的 那是所謂記憶的 那這個部分我說過 和第四類是比較趨近於創作的 但是畢竟這個東西 古人已經有了 但是只有物語這個部分 是過去沒有 是大師的一個創作 一個新創的類型 同時他是為了傳揚 這個佛教的知識而寫的 那他創出來的這個類別 所以既符合了佛教的文學觀 也更強化了他個人的文學的看法 同時他又確確實實的 是配合了這個傳教的這個目的 但是他又是一個新創的 所以我就說他很重要 因為沒有台灣的其他的生理 沒有人去創新一個東西出來 類別出來 對 但是我感覺他好像有一種類似名言法 把他當成一個人 他會說話 他會表達他的眼睛 這跟所謂的寫作的女人法相似 那個是一個寫作的方法 女人法如常見 但是它是一個類別 所以在這裡呢 他是一系列的寫出來 全部都是用女人法的方式寫出來的 這一類的文章 所以他推成一個類別 同時他借用了物語這個詞 這個詞呢 是日本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文學類別 其實就是小說 就是小說 我們都聽過原始物語 他就是一個小說 可是在大師的筆下 這個物語變成他獨特的文學類別 所以在這裡面至少有兩種創新的意義 一個是他創出了這個類別 第二個是他轉用了這個語詞 那在這個台灣的國教高生 是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的 所以我說他的重要性 跟他的非常可以突出 他的文學的高度的地方 要看這本書 聽說他這個書 最近也收到一些國教文學者的注意 武漢的吳光正教授 也是對這個書評價很高 很多現在我都注意到這個 很粗淺很潛盤 但是我剛才 我教授在介紹給他們 我們從裡面不只是學習到 佛教的知識 甚至是佛教的心意 其實他是在對於當時 佛教一種腐敗 或是一種 一種改革的生意的一種 另外的一種表達方式 那這個有一個傳統性 從泰序大師的 所謂對人家佛教 日人生佛教的提倡 其實就是在對於煥醒 當時我們佛教真的很 挫敗 很衰敗的情況 我們提出來 所以他剛才舉了 王教授舉的那三篇 其實裡面我們一一一一一 看到他是在 踏法當時佛教這個情況 對吧 所以這是有一點 改革的味道在裡 就有一個年輕人而已 他當時年輕人 是一槍熱血的 是很勇敢的 你們知道其實佛門是很 那種氛圍 不是說你可以講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他是一個又理想又恐怖的年輕人 在年輕人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敢跳出來 做這種事情 說這樣的話 對 這個也是從另外一個整個 是中國 或是所謂的 近代的佛教史 去看到另外的這一面 從他的創作裡面看到 好 好 謝謝 王先生您好 我有兩個小問題 其實跟您昨天談的 辯證也有些關係的 就是說到這個 佛教對文學的態度 就是從修行來說 我們太鼓勵你 從這個宣傳 或者是說做個平台來說 他需要有這方面的材料 其實他對我們的辯論關係 然後我感覺您做得好像是 就是文學和佛教之間的一個 卡學科的東西 然後你剛才的歸納 好像是只有到了高升 才有佛教文學 也就是說 甚至在修行的時候的這個階段 確實就是 最好不要做文學 然後一直要做到 達到高升這個境界了 就算修行也行了 然後呢就是 然後要做宣傳 才會出現說有佛教的文學 就是說除了高升文學之外 還有有其他的佛教文學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剛才說到的這個 關於這本書提到對錢的態度 其實我記得之前有一個講座 也是請一個國內的一個專家過來 一個professor過來的講 對對對 對 然後他就對國內的佛 佛教的這個有一個擔心 就是因為國內的這個佛教的組織 越來越有錢 然後他說從歷史上來看 不管是西方的宗教 還是東方的宗教 當他特別有錢的時候 宗教裡面就會出現一些 就所謂妖孽的事情 就是有腐敗 或者是有些有為佛法的一些事情 就是不管是說國內的佛教越來越有錢 還是說台灣的這個佛教越來越有錢 他會不會有一個里外的內在的一個 什麼樣的途徑去能夠 也是一個變正關係嘛 怎麼去平衡它 有沒有這麼一個類似於佛法之類的一個教育 謝謝 第一個問題是說 是不是到了高僧的階段 還有佛教文學的出現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還有沒有別的佛教文學 是嗎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給你切磋一下 就是我們說高僧的時候 他必然是到了一個 修為到了一個程度 到了一個高度了 那他知道他寫文學是為了什麼 所以他的創作呢 必然是能夠他自己能夠 用個俗話說收放自如的 那這個時候他寫出來的文學 他必然是符合所謂的工具的這個特性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當我們說高僧的時候 這些高僧他是需要有學問的 要有一點學問的 或者說要有很多的知識的 那因為創作需要足夠的知識量 那所以你不是說 隨隨便便一個出家人就可以寫出 我們今天看得到的這個佛教文學 那另外一個大問題是說 有沒有別的佛教文學 其實在中國傳統裡面 從古就有佛教文學 包括詩歌 包括智怪 包括我非常看重的佛國記 因為他開闊了我們中國人的這個 旅行文學的這個範圍 他寫到沙漠 過去中國人寫明山秀水 寫那個美麗的風景叫做山水文學 但是法寫寫了沙漠 寫了一些困苦的海洋的這個困苦的旅程 所以他擴大了旅行文學的這個範疇 那從這些方面來看 我們一直都有佛教文學 但是缺乏足夠的人力投入來做研究 所以我很感謝你的問題 讓我可以多說兩句話 佛教文學需要大家去關心 剩下那個錢的問題要不要請這個 就教你學弟解決 我還是第一個想講兩句話 佛教文學 佛教到底有沒有文學 怎麼樣去定義佛教文學 是佛教文學還是佛教的文學 還是文學的佛教 其實這個在學術界也談 吵得沸沸揚揚 到現在也還沒有第一個 佛教有文學嗎 還是說佛教把文學看錯 只是像儒家的這樣以文宅道 當成一個工具不過如此而已 他本身真的就有他的文學希望 因為就從文學來講 他是為文學而文學的 所以他們如果從文學的角度去界定這樣 這一些不管是高生大德 還是這一些居士修行有得 他是用這樣的文字來宣揚他的修行 宣揚佛教意義的話 這個可以被看成文學吧 他們學者是在這樣論證 我也沒有給答案 所以他們彼此在這樣也是彼此 這個都沒有他們彼此爭鋒相對 如果從文學的角度 剛才王教授也提到 為文學而文學的話 在佛教的修行那個層次是不被允許的 它是影響修行的 不是為文學而文學而 那是一切都是做的 所以我們常說 有時候我們在看古人講說文如其人 那句話是不對的 文怎麼會如其人 還遇文章寫得那麼好 對不對 他的道德品性有那麼高嗎 明白嗎 他可能會寫達出某種意念 但是這是可能他可以講出人類的那一種 理想的共性出來 因為他們畢竟都是思維高度很高 但是如果言與行擺在一起的話 中國的文人或是古今中國的文人 絕大部分不是說全部 可能都有落差的 所以文如其人嘛 這句話是有問題 好 這是剛才前面的這一個重點 所以我剛才要講 後面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不是重點 因為我是說 為文學文學 所以從文學的角度去看 有沒有佛教文學 我才帶出後面那一段 所以那個不是重點 最終只是說 其實現在有沒有所謂的佛教的文學 我是說文學的佛教 或是佛教的文學 其實這個還在爭議 其實前一陣子兩年前 他們就是在開這個 所謂的佛教文學這樣的會議 剛好在佛光山開了 是武漢大學的 吳光正教授是籌組的 來的六七個學者 全世界各地 都是這一些學者 大部分是研究文學的 他們自己研究文學的 這些文學的學者 自己都沒有辦法 有彼此就是交集吧 因為各自的路數 各自對於文學的界定看法 所以我剛才會講 到目前為止這個還有爭議 有沒有所謂的佛教文學 其實是這樣的情況 第二個問題 錢的問題 昨天不是也講的 剛才剛才也稍微講的 當然我們現在都說 不管是佛教 道教或是基督教 只要宗教它這個商業化 才過度的話 絕對會產生腐敗 所以我們昨天講到神聖心 其實神聖心跟世俗心 彼此是一線之隔的 但是神聖必須要在世俗裡面去提正 你一師師之好理查之前 所以用法為在平行 看你怎麼樣 同樣一個法 但是你如果真的這個修正是假的 它可以望面堂禍 可以說了一大堂 對不對 那我們就說這個就是所謂的 偽宗教嘛 偏才偏色的那一種 但這個絕對是有的 所以說很多人都因為藉著宗教 而把宗教商業化 把它變成它謀求 我剛才講的利益的手段 所以它其實是背禮宗教 它是往坦承自己去走 它不是往界定回去走 社會的現象絕對會有 因為這裡是說 我這是人類嘛 但是如果用這樣去看宗教說 這個就叫做宗教 其實不適合 那是誤解宗教 是宗教被誤用 宗教被誤用 宗教被誤用 其實宗教本來就是俗善人心的 那當你是俗善人 你心思症 好比我們昨天講到 神聖心空性的問題 一個有空性或是說 有開悟的人在用一百塊 跟一個凡乎素質在用一百塊 用法絕對不一樣 但是你不能夠說這個情 是獨生 或是說它絕對是罪惡的嚴肅 我們下次都會這樣叫 錢是罪惡的元首 有錢就不欠高 不是這樣子的嗎 當你是開悟 你就可以很好的用這一百塊 一千塊一萬塊 去怎麼樣渡宗 對不對 所以 才會有那一句話出來 錢不是渡宗 其實錢本身就是中性的 它是一個中性 它是一個工具來的 書沒有跟大家結緣 變成一堆廢子 學姐講的 錢沒有用 也是廢子 也是廢子 也是廢子的 就是這麼大的 OK 這樣可以嗎 留著回答到你的心聲裡 希望可以了 好 時間 剛好九點半 我們今天感謝各位 我們的畢林 今天也真的很感謝 我們學姐從台灣來 跟我們做這兩門 這兩門 其實對文學 我是很陌生的 如果我昨天有說 我今天還聽 這兩幾天 聽的這兩門課 這兩節課 我都聽演講 是在聽課 其實真的很秀 尤其我覺得 雖然我們學姐講話語數比較慢 慢慢的在解釋他那個整個那個 我覺得解釋得很好 很欣賞 很秀 也至少我個人是成員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謝 感謝我們教授 謝謝大家 謝謝